金融界 董文彪 董文彪的老战人 是河南人民银行的行长 董文彪这个孙子 就是看好了这个 盯上人家了 最后所谓的河南在财经界出去 河南交通银行 搞起来 最后去了民生 然后呢 跟游文海一起搞大钱了 是吧 香港一个咱们的战友 就董文彪放在他那 37个亿 港币现金啊 这是2012年 37个亿 现在还在那呢 董文彪又不跟他联系 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 董文彪 董文彪回复是 钱你该咋用咋用 你别多花了都行 不要跟我联系 你想想董文彪 在那个年代 37亿 就一个人 带他就现金存的 我跟你讲 你记住 董文彪不抓 岳文海不抓 我2017年就说过 还有一个 就是河南几个大人物 不被抓 现在都没开始呢 共产党的纪委啊 都是扯淡的